大家早安 真的是带你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象 刚刚清晨三点出门 真的有冷到 受到这个辐射冷却的影响 清晨各地低温明显是偏低的 而且局部地区有6度以下的低温 那么气象局更针对新竹苗栗 发布了低温特报橙色警戒 目前现在在台北市内湖外头 看得出来天刚刚亮 云层看起来比较厚 但是阳光已经有露出来了 今天12月4号 农历是11月初一 大家有没有想出来的呢 再过整整两个月 马上要过年了 要过春节了 日子真的过得非常快 一年马上要过去了 台北市现在外头气温大概是13度左右 降雨几率是10% 天气算是阴时多云 那么卫星云图带您进一步的来了解 今天白天冷气团 稍稍减弱了 阴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有零星的短暂雨 其他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温度方面北部宜花地区还是偏凉的 尤其清晨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空旷地区容易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那么刚刚在嘉义市测得了9.9度的低温了 那太阳出来之后气温也会回暖了 北部宜花地区高温大概是19-20度 南部地区白天气温是回升到23-25度 但是日夜温差还是大的 中南部跟花东地区日夜温差甚至会将近10度 早出晚归的朋友们真的要多加进衣服了 注意保暖不要感冒了 而持续受到这个东北风的影响 沿海空旷地区风浪比较大 甚至会出现89级的强阵风 所以不只是出海的朋友 骑autobi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了 好一周天气预测我们来看到 今天周六到下周一12月6号 冷气团稍微减弱了 气温会逐渐的回升 但是会开始下雨了 尤其今天傍晚开始 北部东北部的局部地区 会出现了一些短暂震雨 基隆北海岸则是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机会 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起 雨会一直下到下周一 周二才有机会来缓和 那周二为什么会缓和呢 主要是因为东北季风 周二的时候到周三会稍微增强的 不过这一波的冷空气强度是偏弱的 主要是影响到北部以及东北部的高温 稍微会下降一点点 那么呢来看到周四到周五的时候 东北季风会持续减弱的 天气又会好起来 各地地区又大约是多云到起 小丁宁要提醒大家真的 日夜温差很大很大 风强浪大有长浪 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 感谢打赞